通过平交道只要有闪灯响铃 民众还硬是要通过的话就算是违规 在台中乌日学田路平交道 临近新乌日火车站 那么因为班次相当的频繁 所以七机车在等过平交道时 通常一等就要超过10分钟以上 也导致有一些驾驶不想等了 所以一旦看到这个警示灯响起来 听到警铃已经在响了 还是会抢在阻断器放下来之前加速通过 在日前就有民众拍下 有好多名骑士冒险闯越平交道的画面 但这样的行为最高可以开罚9万元 下班结封时刻一整排汽车排队等过平交道 但明明都已经响铃闪灯 机车1 2 3 4 5 6 总共7台集体闯越平交道超级危险 同个地点不同时间 货车机车不约而同加速通过 只有这位女骑士知道一起过去 就算违规又刹车慢慢如回来 有些人如果在平交道上面他会硬冲 你如果要冲 要冲就要冲 不然你先夹起来就回去了嘛 这个地点就在台中乌润雪田路平交道 距离最近台铁新乌日站 只有400公尺 列车班次频繁 平交道常常一等 就是10分钟起跳 它如果有时候双边来的话 等个10分钟都有 我曾经等过20分钟 拍班 自行车 每天从这边都经过 现在有时候都不敢从这边经过 每天都塞 每天都塞 镜头直起有些驾驶等得不耐烦 只要阻断器还没放下来之前 都会加速通货 但是只要看到闪灯 听到警铃声就该停下来 否则一过去就算违规 针对这个违规的部分 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 9万元以下的罚还 并且掉扣驾驶执照一年 驾驶无视警铃闪灯 一来让自己身陷危险当中 还得吃下万元罚单 记者潘信尹 陈世杰 台中报道